他從此呢 他不再回憶任何政治口水 這個只是丟了台灣人的臉 不是只有台大的臉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嚴重的抄襲 這個如果有過的話 我覺得這就沒有 這個就是沒有添你了啦 你那指導教授還有臉出來 幫你這個學生背書 你不把你的職位吃掉 就已經太便宜你了 學術界的醜聞啊 這件事情 洪威 洪威現在被這個指稱 叫做毀靈小組的召集人 對 所以就是你看現在這樣的情況 有這些人在背後勵挺 所以林志堅是不是好像看起來 應該是蠻有機會可以順利脫身 不過按照這個吳子佳的說法 是因為小英硬要提名這個林志堅 去選桃園市引發民進黨 內部派系的不滿 就是說包含他要提名的 顯示新竹市的這個沈慧紅 小英都不認識 還把他叫成林慧紅 大家想林慧紅是誰 你會紅嗎 那是不是毀靈小組 其實是存在於民進黨內部呢 我覺得林志堅要不要好好去查一下 那個毀靈小組不在國民黨 是在你民進黨內部好不好 不過對林志堅的說法 現在其實我真的懷疑 還有多少人相信他的假髮 就是說他自己這種自言自語 然後有一些自己想像 有被害那個妄想症 說有什麼一個毀靈小組 每天在那邊祕密開會 想辦法要怎麼樣整林志堅 笑死人 你記不記得 這個事情一爆發的時候 林志堅說這個是舊文 他說是舊文 他說這個時代力量的徐永明 曾經已經檢驗過我的論文 他說都檢驗 我見得起檢驗呢 結果馬上時代力量 立刻發聲明說 對不起 我們從來沒有檢驗過你的論文 你怎麼跟 就是說你跟我有什麼關係 林志堅你自己好好的去面對 好好去面對你論文抄襲的事情 那我想請問一下 時代力量也是毀靈小組嗎 怎麼都沒有辦法 跟那個林志堅同一個節奏呢 所以林志堅他今天採取的動作 他今天不是按鈴申告嗎 聲告王鴻威 那我就說 趕快要告來告 歡迎來告 趕快來告 盡量告 那麼另外林志堅呢 也做了一件事情 他說因為他告了王鴻威 所以呢他從此呢 他不再回應任何政治口水 所以意思說 有關於我論文抄襲的事情 我一概不回應 這代表什麼呢 賴皮到底啊 賴皮到底 我就說林志堅 你現在是掛免戰牌是不是 因為大家希望你能夠講清楚 說明白 可是問題是 林志堅就是沒辦法講清楚 說明白啊 你看昨天 不管他自己出來開記者會 或陳明通幫他發的聲明 或者他的什麼 中華大學教授幫他發的聲明 一發 結果漏洞百出不是嗎 當然不是像那個余政煌 台大國發所的那個說 不是余政煌操他 是他操余政煌 立刻這網友很厲害 這個鍵盤柯南 說這個余政煌 根本就是剛剛考慶調查局啊 而且還要派進新竹調查站 所以這樣一來 第一個又是陳明通的學生 你又在調查局 然後又在新竹調查站 所以這是不是就要完全聽命 於陳明通跟林志堅你呢 那你這些話全部都不足以服眾嘛 所以今天林志堅想要用提告的方式去轉移焦點 但是問題是你就沒有辦法釐清事實啊 而且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從昨天開始說你有論文抄襲的 是只有王宏偉一個人嗎 因為我剛剛講太多的鍵盤柯南 大家通通都在找很多資料 因為像我來講 我就把兩邊的論文 包含你林志堅的論文 包含你竹科的尾辦的報告 我同時上網 大家一起來看 大家一起來查 集文共欣賞 這就是要把這些論文電子化 放到網路上 它的一個意義嘛 所以為什麼陳明通的學生 一百七十幾個學生只有五個人 敢放在網路上 我告訴你 就是有貓膩嗎 你辛辛苦苦寫的論文 你當然希望大家通通都能夠分享 你一定有學術價值 那你一直藏起來是幹什麼 你一直藏在圖書館裡面 希望沒有人看到他 你到底為什麼沒有貓膩才奇怪 我要先講一下 你們在綠營的政治人物 有市議員 有縣市長 你們這些人這麼有空 你們有些人還是這樣 從屏東 你們當縣長 你們真的有空這樣子的 選民服務不做嗎 不上班嗎 你們有時間來台北上課嗎 然後你有時間寫這個論文嗎 寫論文有那麼簡單嗎 我們都是唸過碩士唸過博士的人 寫論文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你竟然可以一邊上班 一邊做選民服務 然後一邊可以上課 一邊可以寫論文 好厲害 你們參加民進黨都變成超人 這個大學真的要好好檢討 尤其台灣大學 這是全國最有名的學校 你帶走這些事情 你們去查查看 你那個所謂的在職專班這些人 他們是在什麼時間上課 有沒有在上課 一個禮拜上幾堂課 查一下吧 這個真的是丟了台灣人的臉 不是只有台大的臉 全世界有這樣子 一旅行大學可以做這樣的事 其他學校也有這樣的事 別人可以說你台大就不能做 你不是覺得你最行嗎 最行就要帶個好頭對不對 陳明通講的那個 我仔細的看過 是一點都不通的 明明都不通了 你說余振煌 因為他想換題目 所以找了你的助理 你的助理就找了你 然後你就 就真的林志堅的同意 把他的民調資料給他用 建議他換題目 要他去寫林志堅 然後把他初步寫東西給了他 然後再用可思維的身份 給他一些寫作建議 那你都幹了嘛 他的指導教授幹什麼 那我請問你余振煌的指導教授 在幹什麼 你陳明通一個人包辦了嘛 我告訴你這個是不太可能是 我們在大學都教過書 我們在研究所都教過書 人家指導的學生 我們基本上是不碰的 那個學生 如果你研究計畫出現了障礙 你只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你自己 真的指導教授同意換一個題目 第二個就是你把指導教授給換了 就這樣而已 你現在不是你找別的指導教授 這我覺得有可能性 為了幫林志堅說到這樣的事情 最後你知道他講一句什麼話嗎 陳明通最後一句話是 真是有理說不清 就是無理才說不清 有理不會說不清的 你就看到調查局的 他們這些叫做靠北倒查局 這個就是他們調查局的 他們那些同仁們 他們自己的網站 他們全組寫的 他們寫什麼 幫林志堅背黑鍋 背鍋 就是指他們這個同仁 這個余振煌 還有人說你吞還是不吞 就這個藥你吞不吞下去很苦 所以你看他調查局 同仁都替他打爆不平 是不是 而且這裡面我講的時候 政治更大的問題在中華大學 中華大學他說一次論文 林志堅說 可以講說幾乎是百分之百超 竹科的由李友貞跟王明俊兩位 所接的研究報告 你知道他超到什麼樣的程度嗎 我手上拿的就是林志堅的論文 你要講本論文怎麼樣 或本文怎麼樣 你知道他寫什麼 本計畫 他超人家的計畫超到本計畫 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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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全部都是本計畫 你知道這個就是已經太過頭了 然後我手上還有兩個東西 是我們基金會的同仁們 看了有每個人都是憤怒不一樣 林志堅的東西 跟竹科的研究報告的東西 連標題連字 他百分之九十都是一樣 從頭到尾一樣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嚴重的抄襲 我們當口試委員 口試過很多很多個 這個很多場對不對 有些難免會有些潮汐 一直說字班的學生 小地方我們要罵罵他 把住結住一住 改一改 也就算了對不對 我沒有看過這個 這個是從頭抄到尾 這個如果可以過的話 我覺得就是沒有天理了 而且我要問你們指導教授在幹什麼 你們指導教授在幹什麼 尤其是中華大學的指導教授 他寫本計畫的時候 你竟然還可以接受 你那指導教授還有臉出來 幫你這個學生背書 還要幫他辯論 你不把你的職位辭掉 就已經太便宜你了 我可以告訴你 你指導的學生寫本計畫 你這個教授都沒有說 這是論文怎麼寫本計畫 你還有臉挑出來幫他講話 你講什麼話你 教育部也莫名其妙 所以如果學校有檢舉 我們就要查辦 然後大概四個月內 我們把它辦完 我請問你一下 這麼嚴重的事情 這麼清楚的事情 你教育部不能主動調查嗎 第二個 為什麼你要提四個月 要等選完嗎 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奇遺之名的事情 一個月查不出來嗎 你交給我一個禮拜 就把你查出來 這莫名其妙 我可以告訴你 這怎麼體制壞掉了 這誰出界的醜聞啊 這件事情啊